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人說像一個官帽 都有人說像化妝 你覺得它散拍一種 中國古代詞文化的氣色出來 這個建築一定是要現代的建築 亦都一定不會像北京故宮 但是有些氣質和抽象的元素是相同 是一個很雍勇的氣道 很精緻的工藝 幽隆大氣 精緻典雅 一座東西文化兼具 傳統與現代共同的建築 坐落於九龍之溪 維港之派 歷史五年建設 香港故宮博物館 將於今年七月正式面向公眾開放 也將成為香港右翼文化新地標 日前 博物館總設計師 與建築項目負責人接受中心設計者傳訪 揭秘其中的獨允將心 據介紹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引用了紫禁城的中軸線的概念 又結合香港向上發展的 現代都市建築風格 把中軸線向上延伸 引領訪客向上參觀 博物館於地面 二樓及四樓 設有三個分別面向西九文化區 維港和大禹山的中庭 遊客步入其中 一步幻景 可多方位領略香江美景 無論是地面大唐中庭 參照紫禁城屋頂琉璃瓦 設計的金色天花 亦或是紅色正大門上 整齊排列的玻璃門丁 都在傳統中 蘊含的獨樹一致的現代風格 令整座博物館 隨著時空轉換 流光溢彩 展露生機 這個大門其實也是非常有故宮特色的 它是由五個門石扇構成的 上面大家也看到了有一些的玻璃釘 總共有810個 也是參考了故宮的一些的做法來做的 其實我前面這個平台廣場 還有一個金水盒的設計 也非常有特色 但它是用這個玻璃天幕 用玻璃來做的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水或者河 但它的這個曲線和造型 是跟金水盒是一致的 譬如我們說大門 我們的門釘 傳統就是用了金屬 金屬門釘 但我們其實是用玻璃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門關了之後 晚上 比如閉館 裡面依然有燈 那些光就可以慢慢通過玻璃瓶滲出來 給人的感覺就像這個管 就算關了門 都繼續有個生命令 我們很小心地把建築的外牆 和吸收陽光 不同角度的陽光不同 希望達到很多不同的視覺效果 例如如果陽光在低角度射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表面一個很柔和的色彩 如果陽光在高角度射下來 那就有一點點閃光的效果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外觀設計 藉件了中國傳統器物設計中的 上寬下具頂須底石的美學特點 並服以現代化建築手法 和新興建築材料來體現其建築特色 因為建築是要同時代掛鉤的 我們今時今日做一個建築物 去展示古宮文化 本身這個建築 仍都需要一個現代化的網民館 所謂現代化呢 是要適合現在當時的城市基里 城市環境 要應該用最先進的科技 最當時的材料技術 尤其是在這個圖紙設計階段 我們也是全過程用了這個BIM的技術 那麼解決了大量的碰撞的問題 那麼在圖紙加工生產的過程中 也是利用這個BIM的技術 以及其他的一些3D製圖的軟件 它是一個上寬下距領需底石的這麼一個結構 那麼在這個外面這個外牆呢 大家也是最有特色的這個金色的鋁板 那麼它呢是由4022件帶孔的曲面鋁板而構成的 那麼每一件鋁板呢 它的這個大小尺寸 它的這個彎曲的程度都是不一樣的 都是獨一無二的 要求每一部安裝的這個精準度呢是極高的 那麼安裝成型之後的鋁板呢 誤差要控制在3個毫米之內 在建設過程中 工程團隊利用智慧工地系統 極大提升了施工效率與準確率 並通過設計一系列複雜精密的系統 來精確控制場內的溫度、濕度 保證文物展出所需的環境和消防安全的同時 提升訪客的參觀體驗 我們要有這個橫溫橫濕的這個空調設備和系統 另外一個呢 我們這個消防的這個系統和設備 以及呢 我們這個隔音的一些要求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幾乎香港最高級別的消防的一些系統 都在這裡採用了 那麼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一個系統 我們在這個主要擺放產品的這個儲藏室裡邊呢 是用了大量的惰性氣體來進行滅火 也是在這個一旦出現火情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文物呢得到一個最好的保護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後 包括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國寶及文物在內的珍貴產品 將在此與香港及全球觀眾見面 而這一間具香港象星和香港智慧的建築 也將在未來成為香江文化卷軸上濃墨重彩的一筆